那么我就从我认识的白文亮董事长谈起 谈到我所可能理解到的他的父亲白永传先生的精神 第一个是他们除了在自己本业的努力以外 他们很愿意去为企业责任的善进来做这些公益 但是他常常告诉我一句话 做公益是要低调的 做公益我们把可以做的事情做好是第一优先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所以在很多的场合 他应该出现了 假设有别人能够出现 他就不会站到前面去 他愿意把这个光芒给别人 他都可以很容易理解 接受愿意这么做的 这是我对他做公益的理解 再来就是他很愿意为别人设想 所以在很多地方他会考虑到别人 所以常常我告诉他说 董事长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因为你是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或怎么样 他常常会告诉我 国益 就像我提的 公益的 我们该做的做 但是呢 该为别人设想 要为别人设想 让别人的光芒能够展现 让别人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让大家都觉得这个活动舒服的 所以这样的活动办起来 才会成功 自己我个人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这个是我常常感受到 他爸爸说的一句话 叫做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的家教对他的影响 是他的家庭教育的成功 一样的道理 他是很谦卑的 所以我想 我没有机会跟他的爸爸 白永传先生相处 但是我想 他的父亲应该也是一样很谦卑的 不然一个大企业的副董事长 他为什么会这么谦卑 他不愿意鞠躬 他常常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都会愿意站在后面的地方 除非是他一定得出面站在前面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他很孝顺 我常常跟他在谈事情的时候 他会谈到 他必须陪着妈妈去什么地方 他必须带着妈妈去什么地方 那么在我到基金会的时候 跟他谈事情 也会常常看到他扶着他的妈妈 跟他妈妈亲身戏仪的谈事情 那么如果我们在谈什么事情的时候 时间上 虽然我们必须谈的事情很重要 但是他跟他妈妈有约定好的事情 他一定会告诉我 国英我们电话中讨论 他必须回去陪他妈妈去做什么 从他的言谈中 我感觉到他对他父亲的敬仰 他觉得他的父亲是他很好的学习的榜样 所以我也学习到 他做很多事情是 自己身教 众议研教 他自己做榜样 所以他也常常告诉我 他爸爸跟他谈过了一些小故事 比如说 他说 有一天他看到有很多人在拿空气枪打一些鸟 他就把他们几个小孩子都叫来 他说 你们要有 爱护万物的心 要有人词的心 不要学别人拿空气枪去打鸟 这样是不好的 再举一个例子 他曾经提到 当爸爸带着他走在路上的时候 他发现电线杆上面有尖锐的东西 他会告诉他说 假设你看到这种对别人有伤害的东西 我们又可以棘手之牢 我们就应该立即的 当下的把那个尖锐的东西折进去 不要自己闪过就好了 这样有另外一个人 经过的时候才不会受伤 这个都是我从他相处的两年多 必须为了办一个活动 常常相处的时候 在沟通聊天的时候 对他的认识 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我对于这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很成功的地方 我很压抑 但是也很惊喜 也希望作为家长的我可以带给我的小孩子的 白董事长的家族是一个上市公司 可是他平常很节俩 他跟我在谈论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定都是吃大概100块到150块的便当 我们不会吃很贵的便当或吃大餐 除非要请客人吃饭 我们才会吃比较好的 那么假设他要去买什么东西的话 他绝对不会买最贵的最好的 除非是要送给别人礼物 那我们常常在聊天当中 他会提到 我们应该把钱省下来 还有很多人需要 我们可以去建一个礼堂 给很多学生 可以办活动 可以遮封闭 可以完成他们的一个目标 但是自己要平常就把很多钱节俭下来 这是我从白文亮董事长 看到他的家庭教育 跟白永传的精神 这是我深刻的感受的 白永传先生 他在几十年来 不但要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也要做很多的公益 那么我们大家都会主动的感受到 他的精神的可贵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愿意推动他的精神 那有生命故事团队 有很多人在很多学校去演讲 那么也很多学校 因为他的这些赞助 他们会有很多的 他的自传在这些学校图书馆 那有很多人会阅读到 也愿意做他的分身 那么我很感谢 白文亮董事长愿意 请我来担任 实行长这个职务 那么我也还在学习 所以很多事情是有一个 董事长跟董事会来规划 这些基金会的工作活动 那我个人会认为 在这个多媒体数位化的时代 应该是不用再花很多钱 来从事硬体 应该把一些资源 放在软体的地方 因为对于小孩子的教育 对于媒体的传播 它可以让很多人 从小就感受到 白永传先生的精神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资源 对一些学校单位 比如说白文亮董事长提到的 是不是在幼稚园的时候 对他们就开始产生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我是觉得 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当然这个要整个基金会 来规划这些方向